好,下面我们来接着看27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谈了一个例外情况 第一句话说 Trams seem to be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 rule 它说流浪汉看似是这个普遍规律的唯一的一个例外情况 这个Trams是流浪汉,这个认识就行了 那么被移动词用的seem to do seem to do和appear to do一般来说是可以替换的 你像本文中这个Trams seem to be 在这里就可直接换成Trams appear to be the only exception 表达是类似的 我们一下还讲过一个句型 叫it seems that, it appears that 这个句型固定搭配也可以 那相应的换成 it seems that Trams are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 rule 或者是it appears that it appears that Trams are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 rule 都行 两个可以替换 那么注意里面这个exception这个词要注意 这叫例外情况,例外 但注意后面借词要加to 什么什么东西的例外 注意不要叫of,要叫to 这个注意就好了 这个普遍规律的唯一的一个例外 这句话其实也应了一句谚语 叫每一个规律,每一个定律都会有例外情况 因为世界太复杂了 有个谚语叫every rule has its exception 记住,每一个规律,每一个定律都存在例外情况 语法规则也一样,都有例外 exception叫例外情况 还有一个搭配叫with the exception 也用的特别多 叫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就伴随着这个例外情况就除了类似于接词 except,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你看,I like all kinds of films with the exception of horror films 除了恐怖电影之外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电影 就是不喜欢恐怖片 这是exception 这个词本来的一些常见用法 那么第二句就说了 他说为什么这个流浪汉是个例外情况呢 首先他澄清了一般读者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流浪汉不就要饭了吗 他说不一样 这个要饭的他还有东西卖 流浪汉是没有东西卖 第二句话说 beggars almost sell themselves as human beings to arouse the pity of passers by 说是beggar就流浪汉了 流浪汉几乎是把自己当作是人来卖出去了 他也卖 他出卖的是人的尊严 把自己卖出去了 去干嘛 to arouse 后面to do是目的壮语了 这个arouse咱们以前第二句就说过来 激荡起人的感情 来激起路人的同情 这个passerby咱们讲了是过路人 但注意这个词的复述不要用passerby's 因为它有中心词passer 所以在passer后面叫passersby 这个单复述变化主义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说 乞丐出卖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来换取路人的同情 human dignity 就是人的尊严 来换取呢 来换取第一段说过 可以加借词forward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句子表达呢 beggars sell their human dignity for the pity of passersby 这个效果一样吧 乞丐出卖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为了换取过路人的同情 他也是有东西来卖的 还是有的 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根本都不存在那些假乞丐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在马路上地铁里的 那些讨饭的都假的 为什么呢 他到家之后比你还有钱呢 他假乞丐 其实从这个一点来讲 精神层面来讲 就没有假乞丐 为什么 一旦他伸出手去 他本身在精神上 已经是乞丐了 为什么 他出卖了作为人的尊严 你看我们这么来描述 the moment they reach out their hands they are beggars spiritually spiritually 就精神方面 the moment they reach out their hands they reach out their hands 是定于从去修饰这个moment 一旦他们reach out伸出了 伸出手去 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是乞丐了 所以这句话指出乞丐是有东西卖的 他卖的是尊严 但作者说 but real trams are not beggars 但真正的流浪汉并不是乞丐 这是不一样的 两回事 为什么呢 they have nothing to sell and require nothing from others 这句话简单 这个流浪汉呢 他们用任何东西来卖 而且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东西 我们说 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这是跟乞丐最大的区别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牺牲 作为人的尊严 这个东西没有卖掉 咱们这句话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这观点看前面那个 in seeking independence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这是明显的一个时间状语 后面呢 是白颜色是句子主干结构 但注意这里面关键性的搭配就是in 加名词和动名词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 这是咱们讲过的一个结构的复习 注意是时间状语 in不见都是位置 在本分析的in doing something 其实相当于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 在做某事的过程中 这process就过程嘛 相当于在什么什么过程之中 看例子 in trying to solve one problem I created another 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却创造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in表示在做某事的过程之中 注意这是我们在22课熟记台词中 就讲过的知识 这是复习 但是我们说了 还有一个on 甚至有的时候更正式 upon on doing 或upon doing something 可以表示刚毅怎么样 它类似于用那个as soon as 它不是在过程中了 表示刚毅怎么样 就如何 这个事刚刚发生的时候 它也可以当时间状 但它讲到刚毅 这个特殊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17页的第六题 17页的第六题 没错 17页 看第一课的书后领域题 17页的第六题 咱们看一看 这句话前面一个控行 后面说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在怎么样之后 它每周试立刻就跑了 原文中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当时有一个村姑 看到了每周诗之后 这个每周诗害怕 怕人立刻就跑了 我们看ABCD 这个题数字好 应该选哪一个 首先A选项 observing her 看到了村姑 这个每周诗立刻跑了 这个不符合原文 语法对 不符合原文 原文是村姑看到每周诗 而不是每周诗看到村姑 这个含义反了 所以A排除 B选项 B选项 on being observed 刚一被看到之时 它立刻就跑了 B选项是个完美的答案 因为我们知道的on或upon 可以表示刚一怎么样吧 本文中是被看到 所以on being observed 刚一被看到 刚好跟后面这个 immediately相对应 它立刻就村了 立刻就跑了 这个用的是对的 这个答非好 但是C选项呢 having been observed 这个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被动是没错的 但你用having 但这个结构 用having 在非位动词加having 这个结构 强调明显的先后关系 而本文中 那个immediately 立刻强调同时性 所以跟先后关系 这个having 就有所矛盾了 having been observed 就是被看到之后 又过了一会儿之后 它才跑掉 跟这个立刻就矛盾了 所以应该 即便用非位动词的话 也应该用being observed 而不能用having been observed 能理解吧 因为being是同时性 而这having强调明显先后关系 如果c呢 就滑稽了 就每周诗被看到之后 它还不马上跑 比如说路边 找个大石头 先坐着歇会抽个烟 哎呀 这个村姑看见我了 村姑倒没事 他有老公 他叫他老公来 拿着刀叉剑戟 一块冲我笔划 这不死定了吗 干脆跑吧 一掐烟卷跑了 如果这么一个过程 咱们用having been observed 本文中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立刻就跑了 所以c排除 d选项 on her being observed being当动名词 可以叫属格 但不是春姑的被看到 是美洲诗的被看到 如果用属格的话 也得用on it being observed 用着her明显是不对的 所以只能选be 正确 叫刚义怎么样 咱们再看几个 类似的搭配 比如说 upon arriving at a university I went straight to the dormitory 刚一到大学的时候 我直接就去宿舍了 那个upon跟theon 类似叫 某某是刚一发生 刚一到学校 我因为拿着箱子太沉 直接去宿舍了 这个street 在13课 是我别害怕 怎么讲过 当负责来用 叫直接的 静止的 不耽搁的 可以这么来说 好 这是 注意是时间状语 这个容易错 那么in seeking independent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这个seek 追求寻求 是个书面语 注意可以当集物动词 来用直接加冰语 seek something 追求寻求想得到 你想寻求避难 叫seek refuge 或者seek asylum 寻求避难庇护 这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这两个词 如果表示避难所 就可数了 在这表示避难 是不可数的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refuge refuge asylum asylum 寻求避难 可以这么说 代表seek compensation 寻求补偿 你够弄坏了 你得赔我一心的 寻求弥补补偿 seek comfort 寻求安慰 寻求安慰 还有seek re-lection 寻求连任 再次当选 总统会寻求连任 是这么来说的 追求寻求想得到 这个结构有的时候 在征婚启示 是也见得多 你看在老外经常说 vergo woman seeks scorpio man 一个处女座的女生 正在寻找一个天蝎座的男孩子 当终身配偶 可以这么说 这个seek 比较追求寻求 想得到 这个vergo 就是处女座 scorpio 就是天蝎座 它来自scorpion 就蝎子那个词 去掉字母 in就好了 所以这追求寻求 想得到 他们呢 却并没有牺牲 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就是跟乞丐的区别了 我们进步说 a child may ask you for money 一个流浪汉 可能会管你要钱 但是怎么样 but he will never ask you to feel sorry for him 但是他从来不会让你同情他 乞丐是要激起你的同情 流浪汉不会要求你去同情他 这个同情要注意 feel sorry for 固定习语容易翻译错 feel sorry for 不要翻译成觉得很遗憾 或觉得对不起 而要翻译成同情怜悯 习语不能拆开翻译 觉得遗憾 觉得对不起 对不对 同情怜悯 这个搭配在新概念二册就出现过 咱们看新概念第二册 第七十课 read for ginger 就斗牛那颗书 二册第七十课 even the bull seem to be feel sorry for him for it looked unsympathetically until the drank was out of the way before once more turning its attention to the matador 甚至连这头公牛啊 看似都有点同情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怜悯地在旁边看着热闹 直到这个罪汉被拉走了 然后呢 他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了动牛市 但是二册的中文就翻译错了 新概念二册 我们的新概念是非常经典的教材 但是英语经典 中文译文呢 可能有一些小的错误 这个地方就翻译错了 是连公公牛看上去 对他都觉得遗憾 这按字面翻译错了 为什么呢 他应该翻译成看似都同情他 这才能跟后面的父词 sympathetically 怜悯地同情地相呼应 注意feel sorry for 不是觉得遗憾 更不是觉得对不起 是怜悯同情 本文中对了 不会让你去同情他的 这么一个 不会拼命去激起你的pity 那么同情也可以这么来说 动词端语可以用 have sympathy for 或者feel sympathy for 大家记得在二十四课 生死中讲过名词 sympathy叫同情 have sympathy for 或feel sympathy for 注意表示感情的名词 后面一般加for 咱们说过 my love for you 我对你的爱也是加for的 这是同情怜悯 可以当动词端语来用 还可以用什么呢 干脆用动词 sympathize with 还记得吗 sympathy动词就sympathize I sympathized with the beggar 我同情这个乞丐 可以这么说 还有什么来着 18课讲take加名词 是讲个搭配 take pity on 也是同情 这个后面的叫on 没办法建一个几个 我同情这个乞丐 给了他一点零钱 I took pity on the beggar and gave him some change I took pity on the beggar and gave him some change 同情乞丐 给点零钱 这几个都是同情 注意 习语一定要多记一些 否则的话 光记单词 咱们就死悄悄死定了 因为习语出现的频率 比那些冷批刺客高多了 好 下面说 He has deliberately chosen to lead the life he leaves and is fully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这个流浪汉呢 是故意的选择了 他要过的生活 并且完全清楚 这种生活的后果 这个句子咱们也先做一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还是两个并列去构成 中间用and并列连次连接 第一句话里说 他故意的选择了 用完成词 选择了来过这种生活 什么生活 注意后面那个he leaves 是个定义从句 相当于 that或者是which he leaves 修饰先祖这个生活 因为lead life过一种 什么生活吗 他选择的 就是他过的这个生活 并且完全知道 这种生活的后果 两个并列句 主语一样都是he 所以第二句话 and he is 那个he别省略了 并列句中主语一样 主语就没了 好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 lead life he leaves 有个朋友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 没有换词呢 因为咱们以前讲过 过一种生活 可以用lead alive 别跟动词live live live alive 为什么没换词呢 这个没换词是故意 用同一个词增强 这个强调对比的效果 那有些不服了 李老师 你这不一样的话 你说为了替换 一样的话 你说故意一样 两头堵啊 你这是 我怎么知道 是该换还是不该换呢 这个可不是两头堵 咱们体会一下 他公意选择了 他在过的那种生活 他要过的 正是他正在过的生活 你看用同一个词 先强调一下 这个这样一个东西 换词都不好玩了 他选择要过的 正是他正在过的 这种生活 你看强调一下 这个地方不替换 更好一些 你不信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help 你看是不是 有人同一个词好啊 前面动词help 后面名词还是help 我们只去帮助那些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你看用同一个词好吧 你要替换都不好了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assistance assistance也是帮助 你需要assistance 我help你干嘛呢 你需要help 我刚好就help你 你看用同一个词 是不是更好一些 本分钟他选择过的 正是他正在过的 这种生活 同一个词更强调 这个效果更好 那么并且已经完全清楚 这个生活的后果 这个完全fully 这个简单 那么be aware of 就知道 明白了解清楚 be aware of something 知道 这是后面固定加气词 of 还有呢be conscious of 这两个类似 如果表示知道了解的话 这两个是类似的 都是后面叫of 分别把形容词读一下 aware conscious be aware of something be conscious of something 就知道 不知道呢 那不以前有歌 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加一文嘛 be aware of something be unconscious of something 不知道某个事 表示不知道 这个含义的时候 这两个是类似的 我们再读一下中心词 注意连读 anywhere anywhere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后面都是叫of 不知道 还有一个 在未来会看到的不知道 叫做be ignorant of 这个后面也叫of 但是ignorant的词 略有贬义词的味道 它强调 本来应该知道 但是却不知道 所以它有贬义词的味道 就是无知的 本来应该知道 却不知道 而上面这两个不知道 没有这个贬义的味道 我们读一下后面的词 注意注意在前面 ignorant ignorant 它表示无知的 不知道的 这个贬义味道 强的应该知道 但是却不知道 好 下一句话说 这个he may never be sure which next meal is coming from but he is free from the thousands of anxiety which afflict other people 它可能从来也不敢确定 下一顿饭从何而来 但是它却没有那些 在折磨其他人的 数以千计的烦恼 就是它有损失 但同时有收获 没有烦恼 稍微复杂点的句子 咱们还是分析分析语法 he may never be sure 这是第一句话里的主干结构 因为这个句子依然是由 but连接的两个病例句 but跟andles 都是病例连接词 只不过它是转折 他可能从来不敢肯定 肯定什么呢 where the next meal is coming from 这个句子我们讲过 是做形容词补足语的 是修饰前面这个数字的形容词 跟形容词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短语 这个结构咱们说过 那么从来不知道下顿饭从何而来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是它损失的地方 但收获呢 但是它却没有 be free from 叫没有某个不好的东西 这个结构咱们会一会会讲 不能翻译成自由 是没有 没有就是数以千计的焦虑烦恼 什么焦虑烦恼 在家定义从具 后面wish 行道是定义从具 wish afflict other people 在折磨其他人的那些数以千计的烦恼 词乎中讲了 afflict 叫令某人痛苦 在这用主动 我们家人作品语是对的 好 下面看一些细节 最重要的细节就是 be free from 这个重要搭配 这个be free from 注意翻译 不要翻译成从什么中自由出来了 不对 要翻译成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某个不好的东西 注意一定是我不希望有的 这个没有 你不能说 I'm free from money 我没钱 我非常想要钱 所以不能说 I'm free from money 不行 一定是没有某个不想要的东西 这讨厌东西 我没有 你想 he has been free from care since he retired 他自从退休之后 就变得无忧无虑了 free from care 担心的事没有了 无忧无虑了 这个好 再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这个作文没有错误 咱们以后就不一定用derby句行了 这表达更丰富了 the composition is free from errors 作文中没有错误 错误谁希望有啊 我们希望完全正确 没有错误可以用它 再看这句话 organic produce is free from harmful chemicals organic叫有机的 什么叫produce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产品 错了啊 产品是product 后面是字母t结尾 而这产品product 是可数名词 一般用负数 叫products 但是这个词叫农作物 它是个名词 而且不可数 跟产品不一样 我们再读一下 produce produce 跟生产制造动词拼写一样 但动词都能produce 名词都能produce 注意 农作物 而且不可数 有机农作物 没有那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有害的化学物质 我们不想要啊 没有这个不想要的东西 叫be free from 这个结构是正确的 是好的 咱们还记得 以前的第三课讲过 那个 想有某个想要的东西 叫enjoy the old man enjoys good health 这个老年人 老头 这个身体很健康 有想要的叫enjoy 没有不想要的呢 叫be free from 这个结果 就记住注意感情色彩 甚至free 把它变成极物动词 也有类似的含义 free something from 就使前者 没有后面的东西 后面的东西 也一定是不想要的东西 使前者 摆脱了 或者使前者 没有后面的不想要的东西 本分钟用动词也行 是不是可以说 but he frees 一般现在是 他使自己 没有那些数以千计的烦恼 这么说也行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freeing the world from famine and disease 你看这个句子 用它也恰如其分 dedicate 这个词我们在第十四课 贵族歹徒 词绘中讲过 dedicate可以表示奉献 尤其是时间精力 献给了某个事业 后面加借词to dedicate a to be 这个to是借词 所以后面的叫动名词 他把他一生的时间精力 都献给了什么呢 这个事业什么呢 使这个世界 没有饥荒和疾病 femin 叫大饥荒 disee当然是疾病 使什么什么没有 你看这个结构 做动词 也有这个类似含义 注意没有的 一定是不小的东西 我们把饥荒这个词出现 以后也大声读一下 不要读femin 我们老师说过 就要发n的音 在里面 femin 没有饥荒和疾病 这个搭配也行 本文中是没有那些 数以千计的焦虑烦恼 那是anxiety 什么烦恼 which afflict other people 那些折磨其他人的烦恼 这个afflict 就是折磨某人 这个用得对 可以用词汇中的 which distress other people 使人痛苦 是那种语气强一些 which torture wrack or torment other people 也行 但是who suffer from which other people suffer from 或者which other people suffer 都行 因为suffer 加不加home from 都算对 但这个时候 人就得做主语了 某人因为某事痛苦 就是人做主语 注意这个主语斌语 主动被动变化 把它记住就好了